我在工地这边视察 我这边的工地呢 行 别在这儿挂了 哎呀 这个新出的包子真好 我一定要买一个 哎 你这人瞎呀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刚看上面了 没注意 不是 你知道我的衣服多少钱吗 我就撞了一下 不是有意的 我看你这么邋遢 我的衣服可是花了好几万块钱买的 你撞坏了 你赔得起吗 你看你一个农民工 穿得这么邋遢 我都跟你说了 对不起了 不是有意的 你怎么得理不饶人啊 我得理不饶人 对不起 对不起有什么用 要对不起有用的话 还要警察做什么 不是 姑娘 你能别动手动脚的吗 我对你动手怎么了 你一个农民工 穿得这么破破烂烂的 你撞了我 怎么了 说你两句还不行 你这个姑娘 你怎么一点素质教养女士 不是 你一个臭农民工 你说谁是个教养名师子 姑娘 你过分了 过分 我过分怎么了 我告诉你 我男朋友可是相互部经理 你算个什么东西 相互部经理是吗 我等下 怎么了 一个人说不够我 还想找人打我呀 喂 小李啊 把我们公司的相互部经理开车了 立刻 马上 因为他有一个好老婆 现在呀 小伙子长得倒是挺好看 可是吹牛的工作也挺厉害的 我跟你说啊 开苦吗 老婆 今天我一定要你做出的事情付出代价 我看你一个小姑娘会跟你一般见识 你是不是越来越上识了 上识吃了人家东西 喂 老公 吴顶顶 吴顶顶 你是不是把我们董事长给得罪了 董事长 他现在把我开除了 你满意了 高兴了 喂 老公 你成事不住 败事有余 挂了 你真的是他们的公司的董事长啊 是 不你传言交底下的就是董事长 是 别碰我啊 不是董事长 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我老公做到现在这个挥子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董事长 求求你原谅我吧 再给我一次机会 大人不信小人不信 不信啊 董事长 我老公知道 别碰我 我告诉你 这些都是一场误会 人心都是肉掌的 你尊重我 我也尊重你 要不然你刚才多个逼人 我想现在这样 斤斤计较吗 董事长 你逐游在人海里面 能够让我 感谢观看